巴黎奥运会眼下已经进入倒计时 奥运圣火正在穿越法国本土 近日奥运火炬在法国中部城市 圣爱尼扬的野生动物园传递的时候 旅居法国的大熊猫猿仔 以它独特的方式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 动物园园长德洛尔是当天的第一棒火炬手 按照计划他将会在熊猿猿仔面前 和第二棒火炬手 也就是法国航海家风特努瓦来完成交接 那么前一刻圆仔还是乖乖地坐在园子里头啃竹子 可是当德洛尔手持火炬跑来的时候 圆仔突然就扔下竹子转身跑了 无论怎么诱导他也不肯再露面 那这一幕也是引来了现场的振振欢笑 远方表示奥运火炬象征着和平和友谊 而这里的大熊猫也象征着中法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谊 在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 希望中法友谊更加坚固